在这四年两千年生了的江宜市社区大学一直都没有在地上好地 四个做好事到达已经完过五次上科的所在 目前做这些台东技术行业好地 在后个月就做有告知 校园都很欢乐科业中端 就希望教育保险江宜市政府专程 希望能够继续来做地使用 护士党林瑞燕在22号参加社区大学新交代的时尊 特别说到江宜市政府不仅还没处理台东校社区主宣 社区大学所用的教学大劳 历数也已经超过五十年 有建立结果安全的疑问 将会偏一生来做内政兵国 开办24年完毁五位校社区的江宜市社区大学 不仅是走用台东技术行业的校地来上课 但是受到少子化的传言 台东技术行业中在七位队退党 社区大学十百位的老师 2556位的学员 环乐无所在可以上课 只好向教育保险江宜市政府来丁程 江宜市府市长林瑞燕在今天早上 出社社区大学成为一般训练的时尊 特别说到江宜市政府真正是社区大学 配在医生保障 也提供到学地点 不过江宜市政府跟着 还没输得台东技术行业好下的阻散 这个医生呢 如果通过后 市政府这里 会快来 赶快来执行 执行之后 如果有需要 降品的部分 还要继续往下走 不管怎么样 在这一块 以后的规划 不管要怎么利用 都必须先把 这个安全的问题 先解决之后 之后 才能再来谈下去 如果说安全没有办法 优先顾及 我想这个绝对不是大家所愿意乐见的 所以在这里要先把各位报告 目前大同技术学院这里有这个问题 在这里也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未来 对家议社区大学的支持 家议市政府 一定继续都在高队 一定继续都在高队 希望大家共同来打拼 共同来推动我们的终身教育 最后呢 我预祝今天的成果互产 可以圆满成功 刚已是社区台下 上科生输用的高校大楼 到现在已经输用超过三岁 刚已是政府赔了五十万 乃曾安藏兵国对家议省 上高议会心扎 对外公民会说 刚已是政府怕算要做业务 后台东基斯行业后 对各位来做 为生好人幸福 社区台下希望能够继续 来作用到高校的地点 共同保在这里27号就要协定 他的专业来做协定 我也永远说 把家议市所需要的 跟我们的地方 跟理智政府 职业 因为有学校学校 要用正义当中 也要像副市长说的 要转型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过程 我们有空空空空空 所以如果需要中央的配合 会一定百分之百的支持 所以 加上我们122的老师 2655的学生 报告说 中央和政府的认真去打拼 让我们家议市大同居室学院 是一个科学学的所在 也能实行为我们社区大学 永远的学校 在中央讲序 基板会将一起社区大学 尊贵新歌店 包括总统副主席 感染他前一场中央 陈江医师副市长林瑞燕 对王美妃 还有社区大学校 校长江海 疑问郑光宏 都正来学大学 学官也很欢迎 自然龙发班发起 地球博顺博专案 他买到1万2千元 全所管做华山丁博照佛基金 也在这中央新歌店 党丁博基金管管理室 西新新闻 专专属王主席 刚一起彩虹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